那么去年的这个时候开始了二十四节气 那我们今年就是节气点的时候 开始讲这个十二小区壁卦 也就是说这一个卦 代表着一个月 有十二个 那么地雷附 这个就象征着紫月 如果轮到月就是紫 轮到日时 年月日时都可以是紫 那紫呢就代表一阳来复 不恶及必复 这个都是给我们象征以希望 最下面这个是种子 但是因为上面是天下面是地 在地底下 这个根能量所在 不管哪一个 这个都是在无形当中我们看不到的 但是这个天道 已经来复 那我们就看 说 亨出入无极 蓬来无救 就是 亨通的 是 形而无阻的 六幽网 这个父啊 反其道 网瓜传里面代表反 就说 那这个阴 都一定程度了 阳就来了 七 一共六个腰 都走满了之后 第七个 就回来了 不管是七天 七个月 七年 都有可能 看这个周期的大小 出入 没有什么 不好的 由蓬子远方来 就象征着 都很好 说出九 因为这个 阳 固然好 但是 出阳 还很弱 象征着 刚刚的 比如说 受精卵 那还在摇篮里 所以你要安胎 让它捉床 安稳 不要走得太远 太快 那这样 就没有什么 不好的 这个代表开始 一个好的开断 那六二呢 因为它在中咬 正常来讲 阴在上 零下于阳 是不好的 但是 它为中正之位 锦 挨着 这个 就代表 手中道 同时呢 让这个阳 得以发挥 是好的 那六三呢 贫富 力 五九 就说下瓜 它是一个阵瓜 到了这儿 它这个阵动 反复很快 总归这个挂 都是讲 富 讲这个 富行 富道 富阳 那 虽然 它老是 在中间 比较迷茫 但是 还是在 下瓜 还是在这个 趋势当中 还是在动 没什么不好 六四 因为跟 这个初九 相应 所以 又在 五个阴谣的 正中间 所以显得 比较特立独行 唯独一个 对这个阳 既能 有能力 照顾它 又跟它 互动的一个 六五呢 虽然它在军卫 但是这个君王当的 比较的无为 什么都没做 不过呢 它也是 衬托 整个的这个 瓜项 代表着 就看你怎么做吧 显得很顿厚 也很好 那 上六就不好 上六 那到了最后 这个就龙战玉眼 像坤卦 到了最终 跟牵挂 产生一个 矛盾 就有栽秧了 到时候 甚至 秧极下面的 久久不能平静